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鈴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警察模擬器 現在反正我們一進來就先接個案子 今天我們去做一些什麼 逮捕嫌犯的這一門工作 算是這樣嗎 這麼個案子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邊反正到處都會有的就是 逮捕嫌犯了 可是他是不是好像我每次登錄案件都不一樣 可能是被其他同仁給接走了 所以大家是在這邊搶業績的就對了 這樣子的話 我們先看是要到哪邊去都可以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他要我們抓的人看起來像是 我看一下在這裡他下面會有寫描述這一邊 所以會有亞洲的成年男性 然後會穿著一個白色的背心 還有綠色的褲子我的天 我們先點確定好了 他這些描述有沒有辦法在我的案子裡面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要抓的人看起來像是有三個人的樣子 我看一下 我們這邊如果說來找的話 我們的我在這裡 say no to drugs 可能我們要抓的人是那個吧 藥頭在販賣什麼藥 那個毒品之類的吧 在這邊就有很好 所以我們要抓的人這邊都有寫出來了 是的所以我們這一次的裝備 就看起來就比上次還要少了沒有 那就是說我們在路上因為他給我們的時間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像例如如果有人超速了 然後我們也是可以給他們開罰這樣 我們都會算在我們有額外的業績裡面吧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這上面怎麼是反過來的 這個police怎麼是反過來的 他這個police怎麼是反過來的 見鬼了 好吧總之我們還是開車走 我們打開地圖看一下好了 其實就在那個方向而已 在這裡 所以看起來並不會太圓的啦 我們直接開過去就對了 路上我們隨便先撞一下 看會發生什麼事好了 哦 我被警告了 我剛剛我剛剛撞了一個人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剛剛撞人那一瞬間 右上角那黃色那一條呢 有減少有沒有 那個就算是說 我如果做了很多這樣子莫名其妙的行為的話 例如如果說在這邊闖紅燈 搞不好也會 這邊如果闖紅燈 我右上角那個黃色的會一直減少 減少到最後我看看是不是被開除掉算了 來來來我們來吃吃看 乾脆直接來吃好了 是不是被把門開除呢 欸 闖紅燈好像沒事 但是我們如果去引發車禍呢 有蠻大的撞擊聲 欸他們會逃跑耶 等等 好所以在這邊有些教學 這教學先不管 我們 哦 撞壞了耶 撞壞 然後左上角那一條並沒有減少耶 我們再加速一下好了 這個這個我們去衝撞一下好了 欸 欸 他閃過了嗎 欸 他們好像很會閃耶 我們可以到處撞 大家看 真的耶 我們亂撞的話 我們的車子會報銷的耶 來來來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哈哈 發了 發了瘋的警察了 我們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被外星人附身了 然後這個私心瘋了 寄生蟲入侵我的腦袋了 所以我突然發瘋了 他為什麼還能繼續開下去啦 但是我黃色的那一條好像不會減少太多 但是呢 我們來一下 等一下哦 我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是的 我們先下車一下 我們呢乾脆就來試試看好了 右上角那一條 像我 有減少嗎 大家可以知道說我遊戲一開始右上角那一條有一點減少 所以我上一次呢 就點路上的車啊 但是一個不小心不知道為什麼點了什麼東西然後 然後 他因為操作上還蠻奇怪嘛 所以我不小心好像就是點了一點之後就最後變成 我好像做了警察不太應該做的事情之類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可能叫無辜市民在路邊隨便停車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呢 先 呃 檢查 搜查一下他身上的東西好了 這個應該是一個無辜的市民也不一定哦 我們現在呢 並不在我們要去那個抓嫌犯的範圍裡面 我們在外面 所以我們是在隨便呢 對一個善良的市民 亂搞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呢 有很很正常的東西啊 但是 我們能不能把東西拿走啊 應該是不行的 可是呢 我們要說 你身上 為什麼會有香水瓶 這個香水瓶裡面是不是裝的其實是什麼微禁品 這類的 對不對 我們用這種方式栽贓他 逮捕 這路上隨便逮捕 我右上角那一條減少了很多耶 在路上隨便逮捕耶 這樣真的沒關係嗎 我聽到那個耶 警鈴了耶 這代表說警車 哦 警車真的來了 隨隨便便就要那個來逮捕 哎 等一下 我們這邊又來了一個莫名其妙的人了 他手上那一袋 是不是你剛剛去搶劫銀行來的 你給我搞清楚了 所以等一下 你先等一下 他應該會下來那個吧 我們先來 我們先在旁邊問話一下 我們先去檢查一下他身上的東西哦 然後呢 我們的同仁呢 就已經來了 又來把他給抓走了耶 然後他的操作上面呢 跟動作方面呢 真的有蠻大 蠻多蠻大的問題耶 所以這邊的話 他身上看起來 東西也都蠻正常 等一下 這麼多錢對不對 你剛剛手上又拿著那個東西 他有這麼多的錢 而且你還拿著火柴 代表你剛剛可能是用火柴威脅銀行員 然後你要銀行員呢 偷出他們的錢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子的 所以 抓 OK可以的 然後再來又是這位老修 你剛剛手上的那一杯咖啡杯是不是不見 你是不是亂丟垃圾 他一定是亂丟垃圾 給我掏出你的證件 讓我看看你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看起來就是一點髒頭鼠目的樣子 我決定搜查一下你身上的東西 如果你身上沒有剛剛那個咖啡杯的話呢 你就是在亂丟垃圾 我一定是會把你給帶補起來的 然後他旁邊黑一個就一直站在那邊 然後我後面那個警車是因為這邊紅燈 他居然真的逃跑 我們真的抓到他身上是那個 所以說真的是隨便抓到了 隨便在路上真的可以找到 但是我怎麼把他給那個 攔下來等一下我要看一下 這邊啦 我們用這個電擊槍了吧 來來來來來來 他還敢給我逃跑啊 電擊槍來了電擊槍 準備 瞄準 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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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我們這一個老兄呢 哎 為什麼是叫那個 我不能先把他抓 抓回警局 為什麼是叫救護車來抓他呀 他還會動耶 他其實還會動耶 所以這一個 剛剛你還想逃啊 你 還想逃啊 再逃吧 你 哦 等等 我們手上拿的是電子 哈哈哈哈 等等等等 這邊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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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贊助 你給我贊助 等一下 胡椒噴霧罐會怎麼樣 哎 你想幹什麼 胡椒噴霧 我被逮捕了 我被逮捕了 我 我對一個 善良市民使用了胡椒噴霧 最後我被逮捕了 哈哈哈哈 我失去了 應該算是一種 啊 作為警察的信用度吧 我失去了 我所有的警察信用度了 於是乎 我最後呢 被逮捕起來了 這最後會怎麼樣 我的這個存檔 會不會直接被刪除吧 等一下 我再重新看一下 哎 沒事耶 沒事沒事沒事 看來就是說 我剛剛的那一些行為 應該都沒有被保存 然後我可以從頭開始 從我今天遊戲剛開始的時候呢 再重新開始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這樣 然後 所以我們在路上這樣隨便二搞 行為呢 還沒有結束對不對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 還要二搞下去的 當然我們要先接了任務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右上角的一樣 就是跟我這個 對遊戲今天剛開始的時候呢 是一模一樣的沒有問題 總之我們先接一下這個 抓了這個嫌犯 因為我其實呢 比較好奇的是哦 路上的那一些路人呢 身上如果會有違禁品的 或者是非法物品的 那一些哦 那個比率到底會有多高啊 在這遊戲裡面 其實像我們剛剛對不對 檢查了三個人 而已嘛 好像其中就有一個人就是了嘛 就被我們檢查到了嘛 然後他馬上就逃跑了嘛 不過他們這邊呢 都超級配合的有沒有 都超級配合的 哎 他身上真的沒有任何的問題耶 他呢 只是有一個火柴 為什麼都不是打火雞 都是火柴啊 所以看起來他沒有問題哦 他沒有問題的話呢 沒事走 然後另外這個 大搖大擺的走過來 又是一樣哦 手上拿著咖啡杯的 看起來都有點問題 有沒有 他手上咖啡杯直接亂丟了 所以我們一樣 檢查一下他身上的東西 這是第二個人 剛剛有一個人在過馬路的時候 因為 哎 哎 哎 兩個裡面就一個了 他身上有槍耶 喂 換一下 來來來 電擊器 電擊器 來來 我們先靠近一點之後 再開始瞄準 然後 然後我真的跑得比較快 哎 哎 那就沒問題 那就沒問題了 來來來 不是你 喂 啊 啊 這個遊戲操作 那個人真的要跑掉了 這個遊戲操作真的是 但是 我只是想要點他 怎麼變得跟另外一個人講話 我能點住他嗎 哦 可以了 就這樣子 把他給逮捕起來就可以了 並不一定是真的就要把那個什麼 給他那個點下去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來成功的 把他給逮捕起來就可以了 這一次 我們真的做了一個非常良好的 但是我們現在呢 是兩個人裡面有一個人了 身上有微鏡瓶 哦來了來了來了 我們這一次來好好的看一下 他被抓走的樣子吧 我擋在中間 我還是讓一下好了 哦 他就這樣子把他壓走了耶 從這邊近一點看 哇 帥耶 這個已經不知道第幾個人了 我們已經抓了超多個清白的 我已經懶得算了 這已經不知道第幾個了 有沒有可能他也是完完全全清白的呢 都是清白的耶 為什麼之前 之前真的都是清白什麼 哇 藍天白雲啊 大家看這個 然後我往這個橋這邊開過去了 旁邊這輛車剛剛是怎麼回事 哇 哇 這風景不錯耶 有沙灘耶 真的耶 哇哦 哈哈哈哈 結果呢 我變成了一個來這裡游山玩水的 哈哈哈哈 我現在不是在執群中嗎 結果我再開始在這邊游山玩水啦 但這邊的人呢 看起來好像也是跟那個 市中心那邊的人沒什麼兩樣啊 那邊是有插一些傘在那邊啦 OK 然後這邊 所以這邊呢 看起來沒有人有違規停車的 行行 情形發生 我們自己也好好的把車停一下吧 在這裡 我們下來看一下好了 這邊呢 是沙灘有沒有 看起來是有 很多的 閃 還有那個救護員的那個耶 這邊看起來沒得買 這邊呢 根本沒有人在這邊營業 所以這邊沙灘到了 欸有人耶 有人耶 哇 這邊還真的可以聽得到那些海鳥的叫聲哦 然後呢 欸 你身上 你給我起來 就是你了 給我起來 我檢查你身上有沒有違禁品 你們是不是呢 想說這邊 遠離市中心很遠 遠離我們警察局很遠 所以你在這邊嗑藥對不對 你是不是有可能有這個行為發生 欸怎麼大家都這麼安全 都這麼平安的樣子 你們都這麼的 你們都這麼的手法真的好嗎 這個只是個遊戲耶 這只是個遊戲 你們都這麼手法 然後重點是 我在這邊好像 我這上不去 這邊是不是有男性啊 哦有女性了 給我起來 來 所以一樣 檢查一下他身上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是不是偷偷在這邊嗑藥 怎麼大概 為什麼 好多緊急任務耶 我一路上呢 不斷的發生 發生一些什麼緊急任務有沒有 天啊 我真的找不到 沒有想到 我一開始呢 好像找了不少人有沒有 身上有違禁品 但是後面呢 真的已經很難 越來越難找到 誰身上有違禁品了 我這樣子是要跑去哪裡啊 我這樣會不會出事啊 為什麼可以下海啊 哈哈哈哈 來來 我們就看看 跑到有沒有 他有沒有什麼 所謂的地圖的邊界有沒有 我來看看 我已經跑到這邊來了 等一下 這邊好像有另外一個警局啊 這裡也是警局啊 哎有了 所以我一直往海邊 應該說海的外圍跑之後呢 他說呢 我受到了 我在我執勤的過程之中呢 受到了非常嚴重的損傷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原因是什麼呢 我不懂得游泳 我不懂得游泳 我就算了 我根本不會浮在海面上的 哈哈哈哈 好了 所以我先接一個 就是抓那個超速的任務的 所以不管怎麼說呢 我們 他會給我們的配備呢 應該都是一樣的 看到沒有 都是一樣的 OK的 所以我們手槍到現在呢 他還是不會配發給我們呢 我們 我們 今天呢 還是呢 努力的做一個好不好 正常一點的工作吧 哈哈哈哈 那現在呢 剛好是晚上有沒有 我們所要去的地點是在 右邊這一邊 可是我很想要就是到那上面 那個舞廳那邊去 沒關係 下次如果有接到上面的任務的話呢 我們再去看看 我們先到這一邊來看看 哇 夜晚真的也有他這個夜晚的景色 他這個地圖做的是還蠻漂亮的啦 但問題是我覺得他的材質貼圖 雖然我都已經拉到最高了 但還是蠻 蠻差的就是了 我好像快到了 這邊是什麼 金庫銀行之類的嗎 所以我要到了我要到了 準備到達我們的定點去吧 然後就是要讓我們在這一個區域裡面 抓那個超速車輛吧 當然我個人覺得我自己本身就是那個超速車輛 我那邊抓自己 我們一樣呢 跟我們的同仁呢 就站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然後呢下來一下 欸不對還是說這邊是我們自己的車 反正就是要我們停在這邊啊 可是 啊我一大堆的同仁都站在這個奇怪的地方 因為這邊是封鎖線已經拉起來了 我也不可能叫 其他人把車停到那邊去 我們看是不是真的要把自己的車停到那邊去 任務才算正式開始啊 哦真的耶 等一下 還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得到這邊來才對啦 好啦好啦我們到了我們到了 然後呢 好了所以我們一來的話呢 是的 我們就會跟我們的同仁呢 好好的對話 我們說 哎 我們也是來這邊檢查一下 有沒有超速車輛的啊 哦 所以基本上呢 拿著測速槍的也算是我們的同仁耶 說這遊戲呢 是有多人模式啦 所以多人模式之下的話呢 我們就是可以說 呃 跟其他的玩家呢 就是分工這樣子 所以 也就是說我 如果說在多人模式之下 好像就不會有他 這個同仁的存在哦 那我們就是說呢 跟其他玩家要彼此的分工 看是不是要 呃 拿著測速槍這樣子 然後拿著測速槍的當然就是檢查 如果有超速的話呢 就是叫他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呢 再由我們來做接下來的檢查 所以我身上要抓的呢 應該是這個 所謂的手電筒啊 哦 看起來他的架式很有模有樣哦 但是到現在呢 還沒有任何一個人被攔下來 可是如果一直都沒有超速車輛的話 那我的任務就不能算完成 雖然說 一直都沒有人超速 大家都很遵守 規則是很好的啊 可是這樣我的業績就上不去了對不對 天啊這個業績壓力啊 哎 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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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這邊有一輛車就停下來了耶 該不會這一輛就是被那個把叫停的吧 啊怎麼不是在那邊停下來 是在這邊停下來 等一下 啊所以我拖了那麼久 現在時間剩下四分之一啦 啊怎麼是在這裡 這個就不太對了吧 為什麼是在這裡啊 等一下 所以我同事真的有叫車停下來 可是他一點 我 我一點也看不出來他有叫人把 車停下來啊 就莫名其妙的 好吧 總之呢 我們該做的事情還是得做對不對 哦這個是直接開罰單的 所以呢 還沒有要開 我們現在只是先問話一下而已 就是說呢 你的駕照 還有你的那個行照 全部都給我拿出來 駕照行照看起來 應該是都已經沒有問題了吧 這個都已經兩個 他都說了檢查 在右上角這邊有寫了 都檢查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給我下車 身上有沒有違禁品 下來 結果他這車怎麼是停在這邊的 然後不是停在那個 剛剛那個裡面那邊去的 然後我的同仁也沒有跟我講 我在那邊等了好久哎 莫名其妙 好像身上沒有違禁品 很好 接下來的話 酒精濃度測試 你有沒有喝酒 我在這邊 說實在這邊檢查 不是感覺滿那個的啊 哎 哎 超標了超標了 0.08%就是超 就要超標 他0.11% 他呢 是完完全全超標的了 需要逮捕 需要開罰單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 先開罰單給他 因為他剛超速了嘛 這邊我們開了罰單之後呢 我們還要逮捕他 因為他已經超標了 沒有錯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直接就逮捕到了 一個超速的 他不但超 他是酒駕超速的那一種 直接就被我們給攔下來 難怪 一定是酒駕才沒看到 我們那麼明顯 那麼多警察 在那邊你還不給我停下來 就是一定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呢 等著他被抓走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呢 他們的車 對他們的車呢 這邊我們還要把他給拖掉走 所以我們要叫人來把車給拖掉走 以免造成這個交通大亂有沒有 一個人酒駕超速 然後呢 我們就在這邊檢查 就會影響交通大亂啊 他一直被車撞 他被車撞 等等 後面那個招式車輛 招式車輛 你看什麼 這我應該怎麼辦 這算Bug嗎 這到底算Bug啊 他下來了 所以他要怎麼來逮捕他 他繞過來了 他終究還是有辦法來把他給抓走的吧 只是 只是沒想到 這到底在幹嘛呀 這個 哈哈哈哈 這兩個人是在跳舞哦 哈哈哈哈哈哈 這 這在幹嘛啦 哦 他們終於找 哦 不對啊 他是在推什麼 他是在超商購物哦 這個是在推購物車吧 啊這個 啊我 而且現在37%而已耶 啊有沒有其他停下來的車輛啊 沒有耶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就因為這個樣子 出了這樣子的Bug 所以我的任務要失敗了嗎 因為 這邊所有的車都停在這邊啊 所以根本不可能會有超速車輛啊 哎呦有了有了 開走了開走了開走了 所以他們繼續了 只是呢我現在的任務呢 已經很難完成了 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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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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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想看到的就是這個畫面 對不對 大家想看到的應該也就是這樣子的畫面吧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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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沒有辦法再引更多的車子變成這副德性 這個要知道你在幹嘛啦 偷出一下我們這個已經嚴重違規了 你知道嗎 在大馬路正中央疊羅漢嚴重違規案件啊這個 所以我這個執勤時間啊 我看左上角應該寫的是遊戲裡面的 應該說八個小時吧 就是一個上班時間八個小時這樣子 所以他說我這一次的這趟工作就結束了這樣子 他反正也還算是我們結束啊 然後我們就應該回去回報我們的這個案件啊 然後回報了之後 下面那個不見了 就算下面那個不見了這兩個還是飄在空中啊 好啦最後我來看看能不能再拯救一下 我用力的直接衝撞過去看看能不能拯救一下好了 所以這邊 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但是 我的車子真的完全報廢了啦 哈哈哈哈 我只是在拯救交通狀況 但是我的車子完全報廢了 哈哈哈哈 好吧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警察模擬器 感謝大家的收看哦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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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